這是我好朋友介紹的 吃過一次之後就愛上來 這邊所在的位置是崇德市場 台南市東區的崇德市場 現在呢要去享受這傳說中的市場裡面的美食 什麼東西呢? 就是陽春麵 好的 在市場裡面 這間麵店呢來過很多次 一直沒有推薦給所有的好朋友 本來想失察 但是今天決定把它放出來 看起來好像要排隊的樣子 他門口有賣涼麵 裡面有位置嗎? 有 有 謝謝 我拍片沒關係吧 介紹給好朋友知道 他們這邊的滷味 那價格 張家 張家麵店 常常會來的一家麵店 同時大概就這樣 那這邊是煮麵的地方 好啦 我們要進去做了 哇 開了去耶 哇 開了去耶 我要小的麻醬乾麵 他們的價目表 點了一碗小碗 麻醬乾麵 什麼大一碗叫小碗 它這個小碗大概是其他的地方的大碗才多一點 那 正常來這邊吃呢 我大概 早上如果吃了 會到下午四五點才會不止 它麻醬用的非常非常的快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有油麵 這麼大一碗 這個叫小碗 記得 它這樣叫做小碗 45塊台幣 推薦給你 來這邊吃它的麻醬麵 它的麻醬麵真的好吃 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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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還點了小菜 這樣 那麼大一碗 一百一十五塊 點了哪些 各位吃個屁 看就知道我點了什麼 最近各位來這邊一定要點它那個 炒小魚乾的豆干 還有它的花生 乳蛋呢 就看各位 好 換個補充一點 它這邊有那個酸菜 隨便你夾 就是在前面挑味去吃 好 這邊剛才說的 豆干炒小魚乾 吃吃看 好吃 豆干渣 好吃 吃下很好飯對不對 大概吃了十分鐘左右 已經剩一點點 然後這邊呢 剛剛切的這個裸菜 這是 暖年 軟運適中 有一點這個花生 綿綿的 豆雞 還有乳蛋 被最佳女主角吃掉 沒幾位 沒幾位 旁邊這是老闆娘 蠻客氣的 來到這邊都會跟你聊天的老闆 謝謝了 謝謝你 OK 終... 終於把它吃完了 不過我發生一件事 那個吃完之後 還這麼多滷菜 吃不下了 我跟崔佳女主角兩個 每個人點一碗45塊的 小的 麻將肝餅 外加滷菜呢 115 全部加起來多少呢 205塊 少午餐都解決 真的 很便宜 不錯的店家 值得你來品嘗 好啦 這就是 DZN澳洲 我也可以介紹 台湾市 比較便宜的美食 這個美食在哪裡 就在台湾市 東區 東區的食堂裡面 你就問人家說 張家 張家 麵店在哪邊 就可以找到了 好啦 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 幫我 開啟 訂閱 同時 開啟小鈴鐺 點個讚 那我們下次影片 再見 是不是 請問人家 那裡 知道嗎 你 看